好大的雪啊 漂亮漂亮 我们来到了黄龙景区所到下边了 车子停在这里 收费20啊 不过这个收费20呢 转给私人的 他并不是门槛那里 那个抬杆那个收费 不知道合不合法 然后我们刚买了票 现在属于淡季 我们两个人是220块钱 就包括上行的锁道 上行的锁道还有这个门票 这个门票呢 是买一送一60元一个人 但是送一个人 那我们两个人的门票就是60块钱了 哈哈 现在属于淡季 旺季的话可能就是60块钱一个人了 先吃点东西 然后吃完了 我们就上山吧 坐锁道去咯 沿着这个走廊走一点都不怕下雨了 然后右边这里呢 是这个冰雪融化的流水吧 挺干净的 现在看 这树上还挂着雪呢 我们在上面看一定也非常的漂亮 突然间想起一个叫什么 银庄树果 真的好想好好体会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色 现在是淡季 然后又特别冷 虽然的话没什么人来 我们就捡了这个便宜 第一个不会那么吵 人也少地 第二个也便宜一点 这是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哈哈 上来呢也可以选择做观光车的 不过呢 我们就不选择做观光车了 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想走一走 第二个原因呢 观光车呢 它那个玻璃 有点脏 我们拍的话就不清晰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还是走一下吧 虽然说 冷啊 但是没关系了 黄龙的雪景非常美啊 看到这个布梯了吗 漂亮的很 不过 要小心的是啊 这个雪啊 从树上面掉下来啊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刚才我们被砸了一下 不疼 那这树上挂的呢 其实它挂的并不重 只是一些 雪花 一小转一转 看到没有 又下来了 这个砸的并不痛了 没问题 不过呢 海拔 海拔3530米 可以远眺 黄龙主沟 急雪三凉 走我们看一看 哇 漂亮的很 要是穿上白衣服 估计都认不出人来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转了 看一下 这些路呢 不时的还会有一些雪花从树上掉下来的 但是前面呢 也不断的有人在这里搞清理 所以的话呢 就算说是 下雪啊 像现在这种情况啊 我们走在这里呢 也是安全的 太阳出来了 这个挂在树上的雪 开始融了 开始掉下来 我们刚才被砸了好几次了 可惜没有抓拍到这个镜头 来的太突然了 我们看看下边的吧 看不到你 现在暖和很多 用个塑料袋套在鞋子里边 舒服 终于走到观光车下车走下的地方了 然后下边这里呢 有个店铺 卖好多的氧气 还有这个火腿啊 香的很 啊 这里 这边的门关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关掉的门 这个门关掉的门 应该就是往音乐踩石的 那没办法 那我们只能往这个方向去 那这里走 走过去 然后往左拐上去 往那往这里走过去 然后往左拐上去 那就这里往左拐上去 看这个 黄龙厚寺黄龙洞 还有五彩石了 看完之后再下来 再往回走 好 那我们走吧 哦 下边这里 那个 杜鹃林休息中心 黄龙宗寺 不过我们就 不往那边走了 下边还有一个 至尊厌彩石 估计我们也不往那边走了 我们就是去看这个五彩石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好 走吧 哇 雪茫茫一片了 我把那个一个小梯田 一个小梯田 一个小梯田 一个湖 然后那边一片 看个毛了 漂亮 这个风景 对于我一个 住在非常南方的南方人来说 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场景 现场看的 不是电视里面看 电视里面看就看了很多了 哇 后边刮风了 应该那雪都刮起来了 看到没有 哇 景区出口 在右边这里 可以走下去啊 原来 但是我们现在 还没看五彩石 先往上走吧 五彩石估计都被雪盖住了 但是来了 就往上看吧 原来 原来我们建的这个叫盖化景观 不过现在都被雪盖着了 看不到 不过我们给看一下这里 这是他 他的样子啊 写着黄龙盖化景观的形成 喜欢了解的朋友 可以暂停下来看啊 我们呢 就直接延展到往上走了 走 我们走上来了 这就是盖化池 盖华池 我看他 特地写盖华 我以为他是写错的 原来不是 就是盖华池 我们终于找到上面一个平台了 黄龙古寺 浩大功勋 哇 建在这个地方 往旁边看吧 前面的就是他 封掉那条路了 那个雪头都不整啊 只能看这边了 这边 都是树啊 从下面上来呢 这里有个卫生间 然后还有个养巴 接着就是 黄龙古寺 不过看样子 现在好像 没开门呢 我们就进不去了 那我们就去 五彩池吧 五彩池 还在这个 黄龙古寺的后面呢 走吧 我们来到侧面 看这个 黄龙古寺了 在上面这里呢 我看到有一个山空 水币 这里啊 山空水币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 等一下往那边走之后 那个角度看 会不会有另外的字呢 我们不知道 待会过去看 不过过去看之前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这个黄龙古寺的 简介 它在这里呢 是海拔 三千五百六十八米 一千多平方米啊 这个黄龙寺呢 是民兵石马 朝 剑所剑 传说黄龙真人 在此修炼 所以叫黄龙古寺 原来如此 哦 这里还有一块 民国的碑 1934年间呢 指的就是这块了 这块 也有 一百年了 快一百年了 你看前边写啥 松潘县县政府布告 哦 中华民国 OK 哦 侧面看是 三空水币 这里看是黄龙古寺 正面看是黄龙古寺 然后我们往这边看看 还有写什么没有 等等啊 飞隔榴弹 哦 三个不同的 哈哈 有意思 看完黄龙古寺 我们就去 黄龙最美景点 五彩蛇 走吧 我们去看看 那到五彩蛇这里呢 有两个选择 这边呢 是近看的 往我们这边是远眺的 我们先往远眺方向走去吧 我们上到其中一个远眺平台了 下面这个 就是刚才的黄龙古寺 这边就是五彩蛇了 下周第三方楼 拉近一点看啊 拉近一点看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黄红盖划彩石的颜色 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 哇 漂亮 看一下冬季取景是怎么样的 现在是冬季 还是有几种颜色的 五彩池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现在走路下山还是怎么样 走路下山 那就不坐缆车了 走吧 试一下 刚才在下面看了 3.9公里到山门 然后从山门到我们停车的地方 就锁道站的地方 要有一段距离 加油吧 黄龙景区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外国人嘛 他也进入这个买一送一的门票这里 我们60块钱两个人 并非因为他是外国人 又要另外买一张票 对不对 这点非常好 黄龙景区 这个 那这就是下山的路 下山的路非常好走啊 他没走几步 就给一个平台我们 看看吧 那走几步 又到一个平台 并且现在下山人员不多 轻松 怪不得 他上山是80 下山是40 确实下山非常容易这里 走下来呢 就走到这个黄龙宗寺这里 黄龙宗寺也是明朝建的 这宣传佛教的 有点不一样 但是现在也关门了 看不了 这边是杜鹃林 餐饮服务中心 没开呢 看一下有啥吃吧 剁椒牛肉 继续往下去吧 这个下去的路啊 我发现了 他下几级楼梯之后 马上有这个平台呢 这样就能减缓我们这个膝盖承受的这个压力啊 就不会持续承受压力 这样子我们的膝盖得到了缓和 黑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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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继续往下 这样子其实爬上来应该也不难 只是花费一点时间 但下去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就像我们平时走路那样子了 没什么压力 当然如果你平时走路几公里 都觉得很困难了 那这个压力还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平时走路走个十公里八公里 都不是问题的话 那走这些路根本就不是一件事 整个黄龙山景区呢 这些步道旁边呢 其实没多远就有一个卫生间了 很近一公里都不到 就有卫生间了 所以的话 很方便一些老人们 哇 找到不同的地点 就有不同的景色 漂亮 这里看前面的雪山就很清晰了 开阔 没东西挡着 这里 雪池 我这天啊 我走了这么久 还看到有不少的钙花池 很多 这个量啊 这个体量啊 我想比 我们在 土耳其棉花堡 看到那个量啊 要多的多啊 并且是个大的多啊 不过我们在土耳其那里 棉花堡那里看了 它有一个 不一样地方 就是它那个水是相对 暖和的 所以它一直有流水 这里的话呢 我想它也是有流水的 看到了吗 那条线 这里一条线过来的 中间久不久的孔 我想底下应该有水流过 但是这么厚的雪盖着 这水肯定就不是暖的了 冷的了 这点跟土耳其的有点不一样 哎 靠近了 我们去看看 这个盖花池 哇 看到了朋友们 如果有去过棉花堡的朋友们 就是说在冬季去过棉花堡的朋友们 可以评论一下 冬季的时候 棉花堡的那个 那里的盖花池 它是怎么样 会不会也是盖着一层雪 然后那个水 流水也是暖和的 现在这个雪反光啊 这个天 这里有个介绍我们看看 增燕池 两万平方米啊 这个大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池啊 两万平方米 658个彩石 三千 海拔三千四百米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这个区别很大 哈哈哈哈 说这个规模肯定这里大 土耳其是比不上的了 并且这里这个雪山看起来多壮观 等夏天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 经过的时候再来看一看 继续下去吧 又来到一个平台 我发现这个池啊更深呢 土耳其的没那么深呢 这个深度啊 我们站下去可能都到 都到胸膛甚至是脖子了 哈哈可以游泳啊 不过这里是不给下去的 保护环境嘛 咱们站着远观就好 现在就看不到了 等夏天秋天的时候吧 我们往下走又看到池了 哈哈很多池这里 我想起来了 假如看池呢 像看这种盖化池呢 土耳其的棉花堡 肯定是比不上这里的 不过棉花堡那里有什么呢 它上面呢 它有些旧的古城的建筑在那里 啊 那个这里是比不上 所以的话这里再增添一点 文化的运在里面 那就更好了 看一下 走吧 多人 啊 这个叫什么 我下山就没用 你不要说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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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你不要说我提问 硬彩池 6,840平方 彩池 400多块 海拔 3415米 哦 说罗一指杜鹃花 每年四五月杜鹃花 争先绽放 哦 这样子 可惜现在 杜鹃花没开 走吧 下去吧 对了 这个应该更多是指下山的 那他箭头 都是 往下的了 可能他是建议人 上山就用 锁到下山走路下山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能看到更多 这个风景 啊 这确实也是我们走下来才看到 在上边哪里看得到啊 顶多看雪山 还有满山的花 对不对 就等夏天的时候 现在这时候就看雪了 然后他这里每个站点呢 他有这个 无线wifi的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甚至是直播我想都可以啊 在这里 上传啊直播啊都没有问题 免费的wifi 哇这里 漂亮 现在去看一看 要去那里看吗 去吧 走 冰水 看到了吗 我找到指示牌了 原来这个叫明镜倒影池 面积 面积三千六平方 一百八十个彩池 三千四百米海拔 啊 那是要看就这个样子的了 现在 暂时看不到了 很好玩 走了一段终于看到有 斗一点的这个展道了 非常难得 可能 爬上山的话 走上山的话 最难呢 应该就是这一段了 上边呢都挺好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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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有住的 所以他可以保持住 如果能保持 帅 哇,很棒 你真的有 你不有 你很笨 你很笨 我們再次見 他有140金 或是70kg 85kg 85kg 我不听了 老子 有点 人们呢 大量的 85 包不 有点 我们来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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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有点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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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到下面了 原来下面这里 停满了很多的旅游巴士 我看有上百辆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这个视频也差不多了 下个视频见